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俨然成了毒品王国 尤其涉毒年龄层不断下降 可爱包装加上美丽糖衣 信心混合毒品 最容易成为同侪兼分享好物 加上部分学校怕有负面影响 往往以保密为由 拒绝提供青少年资料给警方 造成预警监测机制严重失灵 现在青少年他们所使用的毒品 尤其是新兴的毒品和混合的使用的毒品 都不是我们现在尿液快塞 既可以塞减出来的 其实他的年龄曾经下降到 大概小学三四年级 加强气毒B继效 目楼扎根防毒和狱警 直台湾令人忧心的还有 真的有个会片 集团机房从东南亚 逐渐延伸到欧盟中南美 还特别挑没有驻外执法人员的国家 但怎么抓才能真的出根 其实台湾警方侦办电信诈吸能力相当强 只是若国无外交 往往请求他国协助时 持了闭门根 我们国家在政治处境上的困难 事实上我们要跟其他国家共打 或者要签司法互助这个协议 这个部分其实都有困难 打击跨境犯罪要向上溯源向下刨根 0429专案成功 查获109把非法枪支 根据警政署统计 非法枪械中 改造枪支数量是最大宗 尤其以访经由做厂牌型号最多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定的比枪支好 因为他们比较有毒品专家 学者的一些 这定格很不专业的 我会建议说 他们应该找枪支的专家 来参与订定 不是只有法律学者 因为考虑学者对枪也不懂 毒 电 枪 这三大流如何根除 学者们不约而同都认为 得从政策着手 否则只把单位再努力扫荡 也只是制标 不知本 突发中心综合报道